你见过这样的格斗比赛吗 被誉为是综合格斗史上 身高差距最大的比赛 由一位1米6的小光头 对战2米46的巨人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2米46的巨人 还没站直就已经比八角龙都高出意义 而小光头在他眼里就如孩童一般 跳起来打都不一定能够找对方 此时的小光头不服了非要争口气 轮起小拳拳就朝对方攻去 下一秒细耍性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2米4巨人伸出手臂 按在对方脑袋上 任凭小光头怎么打都打不到 玩够的巨人一巴掌扇出 直接将小光头打飞出去几米远 现场观众在台下看得开心不已 小光头健壮依旧不愿放弃 冲上去就想抱腿将巨人摔倒 不料反被林奇扔在了地上 最后2米46的巨人表示该结束这场比赛 在小光头进攻的瞬间将他制服 然后双手将他拎起狠狠地砸在了擂台上 小光头疼地捂着背 呲牙咧嘴 最终裁判宣布 2米4巨人获得了比赛胜利 再后小光头被数名医生台上担架送进了医院